大家好,我是潘大学,欢迎收看本期大,欢迎观战一把场掌 这种方面的话,大副先知古董勘探员 西瓜哥,我们也是经常观战到他的场掌 这套这种打场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因为他抓人不太好抓 第一波先知,哎呀,没狗住 这先知如果能狗住的话,我觉得抓个古董,抓个勘探 对于群者来讲,前期的这个牵制时间还能够拖 更久的时间啊,先知的话呢 相对来说就会难一点啊 相对来说就会难一点 这个除非是队友过来帮忙打架,来保你一手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在路人局,你想保 可能你付出的时间,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然后呢,还不一定保得活,就直接上车吗 好的,这波车一上完了 这波车上完,我觉得求人者已经算是一个优势开了 但是要不要紧呢,其实还好 原因就在于,这边场掌他是一个手艺型的监管者 在我眼中他就是个手艺型的监管者 他前期的猎势都是可以通过一波成功的防守来翻盘的 这把的话,如果说他要翻盘 我觉得得打两波防守 也就是说这边的话,留给长掌时间其实并不多 这边就要闪现了吧 闪现片 嗯,没有带张狂 这应该是一个底牌吧 带的是个底牌 黑炭,包夹,压住这个点 诶,大哥你动啊 诶,这黑炭怎么回事 这黑炭被车给卡住了还是怎么样 这黑炭在站岗 哇,那个老天爷 这先知的鸟都吸大半只出来了吧 这个黑炭,他绝在那边站岗 你感谢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来来来,卡住了 双刀想秒 没能成功 呃,局势已经满烈了 我觉得先知这边大概率能吸出一只鸟了 大概率能吸出一只鸟了 这边的话要交闪现 不能让有这只鸟的一个可能性 闪现交给过来 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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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飞轮 翻 完了 游戏到这边的话已经结束了 这波先知大概率这只鸟出来了 这只鸟出来的话再能拖个20秒 外面的第一波救人可能就压击了 呃,这个站岗真的是接受不了呀 应该是一个就是系统计算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当一个车可能它的路当时在黑炭的脑中是这样子的 后面有车过马路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不对有车我就不能动我等它开了以后我再走没毛病 讲道理呢 这个视频呢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道路安全的一个引导视频 大家注意到没有 即使在如此紧张刺激的追击环节 也要遵守交通安全 车在旁边你不能动 这个大家请记住 我们看视频的小朋友要记得啊 这个黑炭叔叔给大家的一个演示 就是你看这么追击影响到高分局的这样一局胜负的情况下 黑炭居然毅然决然的选择不动 嗯,那这边的话机子也点亮 三人都是带道具的满配 甚至可以这样讲 这个开门站厂长手里有闪现 我觉得手里有技能都不一定能翻盘的 更别说手里没技能了 游戏结束了 这把的话 有一说一呢 两个关键点吧 两个关键点都跟车有关 第一个呢 就是先知这边开了一波车 让整个厂长的一个机导时间是延缓了非常多 第二个呢 就是这边的黑炭啊 被这个车给压制住了 原来黑炭天不怕地不怕的黑炭 他还怕车 逛过来 找 先知 先知是个白板 大副怀表逼出来 手里还有传送 怎么说 三二一 工业刀 好的 先知挂上 那边的话 放了一个黑炭在压门 我们来看这边门 门的话就已经开了 我感觉赶过去 一棒子 这边的话 只割 再来一棒子 不过他是带飞轮的 所以说应该也能爬出去 晚留时间快要结束了 晚留时间开错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还有四十多秒 先知这边的话能起来吗 先知这边起来 厂长 换过去 第一时间拆娃 对 第一时间拆娃 厂长这边的话 还想要来压 对于求者来讲 我全部拉开就行了 我等你晚留结束嘛 你不过去找先知 你过去找先知 我们这边走 你不过去找先知 我们这边全员拉开 等先知那边把你挖拆了 那应该是一个 宝三针四 对于求者来讲 这里的话 晚留时间结束 勘探员应该是 非常轻松的可以走门 先知那边开门 没办法没办法 这局确实 这车这两波 搞得有点 让人无可奈何 好的 那么也是感谢 各位节目 下期见 拜拜